大家好,又來到幕後閒談的時間啦 繼續由幕後做主打的 今天我和大家閒談些什麼呢? 就是閒談一下關於C案或者叫做廢案的東西啦 在去年的一個舞台劇裡面 原本是C案的阿古路SV 竟然用皮肚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 繼而這個Alternative Tigger 亦都用射燈的形式出現 然後就用起粉絲的一眾討論 有人很開心,但同時又有人不太like 今天就由我和大家閒談一下 我自己怎麼看這些C案 先說明一下,我的看法可能有比於大眾 不適合的,我才自怯 記住不要不subscribe,更不要unsubscribe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眾所周知,平成時期 有一位仁兄幫園谷設計的超人和怪獸 那位仁兄就是阮生號 在他設計時,都偷偷了一些C案 而最後沒有被錄用,就變成廢案了 最果惠仁之就是這三個 而其中兩個都已經被新園谷重新採納 並出現在舞台劇裡面 在那個點看之前,首先要說一下 什麼叫C案,什麼叫廢案 C案的意思,即是個人想法 或者個人意見 而廢案的意思,即是未被通過的提案 如果家人畫一起看,可以趕食 有人在製作過程中想過一些idea 而那個idea,就沒有被上司採納的解鑊 所以套返到這個case去看 有可能就是當年阮生學想到這三幅畫的idea 而最後沒有被當年的舊園谷採納 所以最後只能刻畫於阮生學的畫集到 先說明,以上對員工的內部商議 也都是推測 如果有詩青之道的,歡迎留言補充 而我們可見,除了帝拿這個沒有被起名之外 另外兩個都有所屬的名稱 分別是Alternative Tigger 和Aguro SV 所以經過我沒有責任的非專業估計下 當年阮生學畫完之後 可能另外也有其他人和我一起想畫畫的名字和設定 又或者可能是阮生學聽到某些人的想法 例如小鐘千超對Evil Tigger的補充 而畫的一個C案 順帶一提,小鐘千超對Evil Tigger有什麼補充 長前可以看早前製作的影片 不過,最後這C案也是沒有被救援局採納的 這C案在設定上的內力我就不多說了 畢竟也有很多人說過,但我也想主力說一下 我對這些C案或者廢案在二十多年後再次用回的看法 坦白說,其實當年沒有被採納,一定是它的原因 而且我相信原因都合理的 如果我不合理,迪加、迪達、加亞就不會受到大家心想中的經典作了 我也嘗試猜一下當年沒有被採納的原因 就好像Aguro SV那樣,我個人覺得它的設計美感 真的不及同期的其他超人設計 而且,將配角超人的力量昇華度和主角超人一樣的話 有機會會令配角的威勢大過主角 而Authoritative Tigger,如果當年出了的 可能會影響到故事的背後內涵 如果用外傳形式出給它做下主角 也會影響本身觀眾對Evil Tear的印象 也突起不到該集故事的內涵之處 因為觀眾可以被外傳覆蓋了本番 從而影響觀眾對該角色的印象 而影響本番的經典地位 情況就好像魔晉戰隊的外傳一樣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套關於優當娜的外傳 觀眾對優當娜的印象 還要被外傳覆蓋 而慢慢忘記優當娜在半番活躍了 至於Dyla那個 雖然沒什麼解說 就這樣看就好像Dyla的花魯方一樣 還要好像綽合了各個形態的強大之處 反過來看就有一種過分的屈機感覺了 以上雖然是胡亂的猜測 但雖然說 我這些非專業的人 只是亂說一下都說到一些不被提案的原因 相信當年變廢案一定有深遠的考慮 雖然這些是廢案 但自從這些畫像流出之後 各地的粉絲 不論日本還是亞洲地區 都對這些角色有一連串的推測 也有部分粉絲 很希望這些廢案變成正案 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而新元谷就看盡這個相機 在舞台劇上嘗試推出這些廢案 順便試一下瑞溫 看看粉絲有什麼反應 最後就真的掀起一番討論 而也很成功商品化了其中一個 無可否認 遠生號當年的C案 就成為了現在新元谷的賺錢工具 相信阿古路SV的商品好賣 新元谷可能會趁著Dekka的活躍 借勢推出了蒂蘭的C案 當然啦 這些C案最後被錄用 設計者遠生號一定開心 所以他也有發過文 畢竟這些都是他當年的心血資助 就算當年有百萬幾個合理原因禁止他 在感性方面 被禁止idea的人都不會好受 就好像我讀書做project那樣 想到一些idea 但最後被組員禁止了 沒有被用到 就算最後的功課 拿到A也好 想起自己想出來的東西沒有被用到 不多不少心都有一條刺 現在新元谷拿回當年的C案用 新文設計者的他 一定棄出望外 也彌補了他當年的遺憾 不過 我自己就覺得 放在非主線的舞台極度出 都還可以 但如果他早有一天 放在主番裡面 又或者放在一些主要的網局裡面 就好像RGF 我就不希望了 先說明 以下內容極度主觀 可能引起你的不滿 要有動躁的心理準備 如果我不想動躁 你可以離開影片 不過我也多謝你看到這裡 好 主觀內容開始倒數 好 多謝你不走 聽我繼續說 好 我們繼續 畢竟在Bandai的入侵下 要將新的形態出得好 真是好難 最怕就是滑蛇添足 不過這件事事小 請容許我自私地說 我個人真的很不想 見到自己最心愛的東西 放在一個嚴重需要快的舞台上 我知道很多師兄 都想再次見到自己心目中 英雄的英知 亦都直接想再次見到飾演者 在鏡頭面前變身 所以 就想重啟這些廢案或者施案 從而帶我們回來 但是 預期要他們在一個極度相悅化的鏡頭面前 重現英知 我寧願選擇看二十多年前那種深度的描述 令人迴美無窮的場面 所以 其實有什麼必要把這些施案 做得這些施案變成施案 廢案變成廢案 就說給粉絲們自己討論一下 FF一下就可以了 官方都沒有義務 為這些施案或者廢案 左右解釋 更加不應該拿回 當年的廢案或者施案 當新的出來賺錢 不知大家又怎麼看這些施案或者廢案呢 歡迎留言討論 如果影片內容令師兄感冒犯的話 小弟再切致歉 這條片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可以讚好 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一個新片你就馬上知道了 這條片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